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要不是因为喜欢上你这个太子 我至于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京城来吗 委屈 你往后若是行的端 做的正 我就是你的靠山 各位小爷 一天没吃饭都饿了吧 可是怎么办呢 这陛下可是下令了 如果还没有抓到犯人的话 诸位怕是还要再饿上几天 我 还要饿几天 不如这样 来 咱们呢 就找两个替罪羊出来 到时候其他人不就都给回家了 对吧 对对对 任大人好计划 可是这替罪羊从 从何而来啊 这 这还要我来教你们呀 直接头两个人出来 口口一致不就行了 两个人 谁啊 任大人 他竟如此深暗 他好像已经让那几个被囚的学子 那头决定犯人了 荒谬 荒谬 荒谬至极 带我去哪儿呀 太子殿下 你说你一直拉着人家 你也不说话 太子殿下 任安乐 我原本以为你装风卖傻 没想到你居然来真的 你可知何为大理寺 世分轻重黑白 所以未知理 姚帝英明 故而设理官之职 景帝贤德 故而创大理寺 大理寺设立的初衷 便是为了避免天底下冤假错案的发生 你如此办案 可对得起头顶上的天理招招 可是这个案子设计的都是非富即贵 我在安乐寨的时候就听说过 在京城 只要是涉及到权贵世家的案子 就得怎么办 真相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找几个穷酸的人 让他们去顶包就好了 到时候老爷们也都满意 不就一团和气了 太子爷 你在京城住了这么久 这么一点小小的道理你都不知道啊 君子之旗不可为而不为 黄埔就是很好的例子 任安乐 人心自有公道 会是事关人才传承 你若敷衍了事 必然后患无穷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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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麻烦死了 真的让人左右为难 我前脚刚跟那个忠义侯谈过心 后脚我就得罪他 到时候你们太子府又容纳不下我 那我上哪儿去啊 真是 我任安乐 明明手握三万水师 活得逍遥又自在的 要不是因为喜欢上你这个太子 我至于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京城来吗 现在 手上又没人用 后背又没人移 图什么样 委屈死 你往后若是行的端做得正 我就是你的靠山 殿下 你干嘛 你干嘛 快撒住 不是说要坐我靠山吗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让我睡一会儿 我审安审太累了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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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睡一会儿 それ哭 快 fic sí 多 lol 任大人 他长安太疲惫 所以 我早说过 任安乐的出气不易 或许能帮到达里斯